隊友 來了 歡迎歡迎悅迷江湖 那 今天我們來建王閣開場就是我們幹嘛了 沒錯 我們今天在打造我們建王閣最強的武器 就是我們大蝦龍確 如果你是在建王閣的玩家一定不睦成 我們建王閣如果你是王劍的話 是打我們大蝦龍確 那如果你是霞劍的話 就是打我們的呂猴 那建王閣有個好處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追求完美的話 我們的武器是可以直接讓你畢業的 去直接打到加15完美的一個淬裂 然後直接升到一個90%的乘武 這個東西的話大概你未來之後就不用換了這樣子 ok 所以今天的話會來介紹一下我們要如何打造我們最強的一個武器 那流程來說其實並不困難啦 那只是說你要花比較多時間跟運氣然後來測序列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主題會分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要準備的一個材料 其實老實說比起流程齁 準備材料才是一個最痛苦的那個 那我準備的材料好像不夠多 不過沒關係大家今天把所有講完之後我會自己跑一個流程 然後給就是還沒有來過劍王格打劍的一個玩家做個參考這樣子 那因為我材料目前存要存很久啦 那我今天的話來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主題就是來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個材料到底要準備多少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步驟 通過一六大步驟 那六大步驟基本上就是一直重複來做循環 一直打到你的劍 然後把你的淬煉弄到完美 然後把你的四個屬性弄到你都要的部分 那基本上你的武器大概就畢業了 ok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講一下我們王劍需要的一個屬性好了 我們王劍齁其實老實說最好的一個劍的屬性 因為我們是在前排嘛 前排男王劍的話大概就是免傷氣血跟那個防禦 那最主要啦 這八個屬性最好的基本上就是加二的一個免傷 所以如果我們一個劍的問題要到達 我們完美的一個王劍的一個最強武器的話 就是加八的一個免傷 就是我們最強 算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目標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講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先來講一下我們要準備哪一些材料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劍翼 劍翼的話最主要目的就是把我們劍胚從六十幾升到九十幾 那最主要有兩種方式啦 第一個是用劍翼的方式 就是每天可以誤劍三次 你可以拿六十幾以上的劍到我們上面那個 上面這個小劍峰 我們可以去誤劍三次 那如果不要這個的話 那是可以用體力刷啦 那看你個人 因為劍翼的話老實說其實很花錢 因為你要打造劍的話 六十幾的劍齁 你要血移那些東西 然後也很花你的銀兩 那如果你不夠的話你可以用體力刷 所以像我目前建議的話大概存五百啦 總共的話是需要一千零三十 那所以如果不夠的話 你就用體力刷就OK了這樣子 好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是需要建議的部分 再來第二個重組需要哪些材料 這個遊戲的重組齁 第一個我們是需要花蒸氣的 可以看到我們重組的話 基本上我們蒸氣會花一千 所以我們重組的話可以花六次 六次每一次的花的材料是逐步去做增加的 所以我們一次花一千嘛 六次就花六千 所以如果你很賽的話 每一次就是一個序列來測的話 你最多可以重組六次 重組六次的話 蒸氣就要六千 所以你的第一個 你的那個聚員單 可能就要準備大概四五十個 可是可能到六十個 如果你的蒸氣真的不夠的話 再來我們是需要那個水塵鐵 跟我們的鎮岩 這兩個東西的話 是在我們門派商店是可以說購買 一個是三百貢獻吧 在我們這個公孫問蘭這邊 然後下面會有個鎮岩 跟我們水塵鐵 這兩個都賣我們三百的貢獻值 那我們總共六次的話 是需要我們三十一個鎮岩 跟三十四個水塵鐵 所以一個三百的話 簡單說就是要一萬九千五 你要準備一萬九千五的貢獻 然後湊齊好這些材料之後呢 你就可以一次去做刷新 那目前的話 我是沒有存在那麼多了 所以今天的話是來做個示範 其實我的武器 可能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打到最高級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重組需要的一個材料 就是需要三十一個鎮岩 然後需要三十四個水塵鐵 然後還需要大概四五十個的一個 那個巨岩單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我們升階 升階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需要雪銀 然後再來需要青金石 再來需要紫金 再來需要雲鐵 那雪銀的話就需要五百個 青金石需要二十個 紫金六百個 那雲鐵三個 這是我們從六十幾 升到九十幾 總共需要的一些材料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我們的完美淬煉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的武器 是可以淬煉嘛 那他淬煉的話 在他六十幾的時候 淬煉是最好的 那淬煉的話 簡單說 龍火祭大概是需要一百二十個 那我們珠電山莊一個買是三十元寶 所以總共需要三千六的元寶 這是給大課長 或是你追求完美 就是一次搞到好 打造劍 直接讓他一個畢業的 劍的一個課長玩家在用的 那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像我們這種的話 其實就買幾個 大字 意思上可以用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 可能一般跳過 可能優秀啦 或者是那種就可以 留下來就可以拿來用 要不然你要花三千六的元寶 在一個劍上面 我是絕對有點浪費 好 那再來是門派貢獻 門派貢獻的話 就是我們分解啦 升階啦 製作劍用的 那我們升階的話 是需要七千二的一個貢獻 然後分解劍配 跟我們製作劍各五百個 所以我們總共需要的貢獻值 大概就是八千二 所以你要準備好八千二的貢獻值 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準備的一個材料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第二階段 就是我們步驟 我們等一下講一下 這個六大步驟 打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做我們的那個鑄劍的一個動作 那第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出劍分解 簡單說啦 就是把我們上面的這個劍 我們最一開始的這個劍 直接把它做分解 分解完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把它分解成劍胚 這個遊戲的話 你一開始拿到的劍胚 的序列都是新的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武器打造完成之後 它其實序列就已經固定了 那你測完六次重組完序列 如果都不是你要的話 你要直接把它分解成新的劍胚 那拿到新的劍胚之後呢 整個序列又會重新做更新 所以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把我們這個不要的武器 一開始磁條隨便拿 也不需要催電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它的那個磁條到底好不好 所以一般來說 一開始剛進劍王閣 拿到劍胚的話 直接打到成九十幾 那屬性的話隨便 然後 這個就當作是我們的初號劍 那初號劍弄完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分解劍胚 然後就是把它去做分解 分解完之後呢 就劍胚成劍 然後直接把它做成劍 做成一個六十幾的劍 之後呢第三個步驟 就是直接完美催電 簡單說就是我們在六十幾劍的時候 就開始做催煉 那做催煉的話 它的資源跟營糧消耗的就比較少 那簡單說啦 出現優秀的情況之下 就在我們的死老這邊 然後你可以去做催煉 催煉的情況之下 在優秀的就是 比如說如果出現優秀的話 你可以用熔火技 然後直接把它體能到完美 然後其他像一般啊 良好啊就可以直接跳過 那以上講的呢 都是屬於大課長的部分 因為大課長可能是想要一次 直接十五次催煉搞到 全部都是完美的一把劍 那它就是最強的 那如果像我們平民玩家 你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元寶 去搞那個熔火技齁 其實大概良好跟優秀就可以了啦 那完美的話 這是可遇不可求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你的這個 這種練石多的話 其實是可以再多刷一下 一般可以先不要 那良好跟優秀 其實我覺得就可以了這樣子 一般熔火技齁 三千六百元寶 這太浪費了 OK 那我們淬煉完成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要 升階我們的寶劍 那我們寶劍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升階 升階的話就從六十幾到九十幾 那需要五百個雪鷹 然後二十個青金石 然後六百個紫金 跟雲鐵三個 然後就可以升到我們九十幾這樣子 那在淬煉跟升階完之後呢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重鑄 重鑄簡單說就是 最後一次把我們的 武器的屬性 因為我們已經加十五了嘛 然後已經升到九十幾了嘛 升階跟淬煉都完了 最後的最後就是 把這四條的屬性 弄成我們想要的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想要 那個弄成我們想要的呢 只要磁條不滿意的部分 重鑄可以選擇 一個磁條保留下來 剩下三個磁條會隨機 如果是你要的話 那剛好你的武器都完美了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重鑄 重鑄就是有六四的機會 然後讓你刷 刷到你的屬性 是你覺得最優秀的話 你就可以停下來 那如果不是的話 簡單說到第六個 第六個步驟 就是我們出劍分解 就到我們第一個步驟啦 這六四如果都不是你要的話 直接回檔到步驟一 直接 再把它分野成新的劍胚 那新的劍胚拿到手之後呢 他的序列 這些我們的那個 附加屬性的序列又重新更新 然後又開始一樣 製作成劍 淬煉升階重鑄 那講完以上步驟 就是我們的分解 成劍 淬煉 升階跟重鑄 我們整套的流程完之後呢 今天我們就來 一個一個來做測試 那我們就先來分解 那記得第一個步驟 絕對要先斷網 因為 只要你要測序列 一定要斷網 像我這個習慣的話 不管是測脈序啦 測裝備序列啦 這一定要斷網 斷網是 讓你絕對不會出錯的 所以那個第一個步驟 絕對要先斷網 OK 那斷網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去分解我們的寶劍吧 就來這邊 GO 好 把我們大蝦龍蝦去做分解不可逆 然後 小心翼翼的玻璃出來 完成我們的劍胚 所以等下他的序列 是會跟我們原本的序列是不一樣的 OK 等到我們會在他們劍胚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成劍 成劍就是要拿來做我們的那個 成劍在這邊 然後 再照我們的寶劍 好 拿到我們的寶劍了 OK 這是成劍的部分第二步驟 那再來第三個步驟就是完美炊 完美炊練的話就是先把我們60級的劍 你會發現60級的劍弄起來最好的 是因為他的那個素材齁需要的很少 然後裝備完成之後呢 就來我們的完美炊練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炊練石 那就先來炊練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15次 我就大概先隨機弄一下就好 好 像我們量好一般來說是 一般量好是可以取消掉啦 那如果你是比較追求完美的玩家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就直接這樣子 那像我們這個有道優秀嘛 那我們就把熔火技直接弄成完美這樣子 OK 這就是我們炊練的一個過程 那簡單說我們要炊練15次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大概快速的弄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炊練到第14次 然後我們直接最後一次想不到是完美 哇真是太完美了 像我們剛剛是如果是良好的話大概是加9 然後完美的話大概加10次 所以大概差了將近有5喔 攻擊差5 其實當然差蠻多的 好OK 那就是我們到第15次之後就OK了 那等於說我們目前的話 完美炊練完成之後呢 然後就把我們這個劍從60級打造成我們90級 OK 那我們來打造一下吧 那就來到我們第4個步驟神絕到90級 那從6070然後8090這樣 那我們要先把我們的劍翼給弄滿 那所以要融入我們的劍翼 把我們這個60級的劍 然後一直死履死履的弄 那弄完之後如果你已經沒有劍翼了 那你就跑去刷我們的體力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步驟有點 有點久了 那我就盡快把它弄完好了 等我一下喔 好那建議打到頂峰之後呢 然後就去找我們剛剛的那個 我們的石勞 然後直接把60級的劍做成70級 然後就以此類推 然後升到70級之後把建議搞滿 那建議搞滿的情況之下 就是看你是要物件還是要去刷圖這樣 好 然後到升階 就是升我們這個 然後需要400塊血蠅 啊 血蠅我不夠 幹 這假的 欸 我沒有血蠅喔 啊靠腰 哇 血蠅不夠 哇真尷尬 好 那反正 那就跳過好了 OK啦 那我今天只是示範而已 所以那個 還好斷網 OK 那 就當作是我們60級的這個 劍的部分 然後 再來到重鑄 重鑄的話就在這邊 然後可以直接重鑄我們 如果你是90級的劍的話 然後 哎呦靠 60級的劍還不給重鑄 哇這麼小氣 好啦OK啦 就反正類似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重鑄的時候 就是我們像之前講的一樣 四個屬性 然後你可以保留一個 然後刷另外三個 然後 那這四個屬性是你要的 如果這四個屬性都不是你要的情況之下呢 那怎麼辦呢 來 再來把我們這個劍 然後再把它丟到我們這個分解這邊 然後一樣 就是直接把它分解 分解完成之後 然後又再重新取劍胚 取完劍胚又是新的一個序列 然後再告訴剛剛的一樣 分解成劍 然後淬煉升階跟重鑄 就這五個步驟 對我們劍王格最強武器打造這個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分解成劍 然後淬煉升階跟重鑄 那如果不要的話 就在從頭再分解 然後再成劍就這樣子 一直往復循環 OK大概是這樣 那記得材料要準備好 那如果你是追求一個完美的話 那記得 完美淬煉的話 在我們的那個 這15次齁 建議 如果你要追求真的 15次都完美的話 是可以啦 如果你是大課長的話 那如果不是的話 我是覺得 一般來說 兩好以上我覺得就可以接受了 當然如果你要追求優秀也是OK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龍火器可能要準備多一點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磁條的部分 磁條部分他有些人追求 四個磁條都已經是要的 像比如說我們大蝦龍雀 那八個免傷 如果你一直要洗到八個免傷 都要有的話 其實也蠻困難的 其實如果有六個免傷 然後一個穿甲 或是什麼之類的 大概就可以了 那一般 花這個東西的話 會比你平常花那個 賣序跟裝備的時間還要多這樣 OK 大概是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這就是我們劍王閣 打造武器的一個流程 那如果還有不熟悉的話 就大概重複幾次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今天晚上就喜歡支持一下 我的喧牢 感謝收看 下次再見 你們再見